大家好,我是阿斯卡 欢迎收看不负责任风动漫 对于即将完结的ND冥王神话 我原本是抱着非常期待的心情来迎接他 总之越期待反而越受伤害 这最终季连续三话看下来 我都不晓得该怎么帮老车说话了 ND是最新的113话标题为脱皮 是的,内容就跟标题一样 简单粗暴且脱戏 在上一话中 阿蛇被身穿射手座黄金圣衣的天马 用女神之剑射穿胸口 剑插在身上演了一集话剧给四小强看后 本集依旧持续的在演 老车还用两页没什么意义的分镜 来帮他诠释重剑的快感 直到第三页 小强们终于发现了不对劲 阿蛇的身体不断有一些异物飘出来 呃,不过是没味道的那种啊 众人仔细看才发现 这竟然是蛇的鳞片 被神之剑贯穿身体的阿蛇不但没死 反而开始脱皮重生 连阿蛇自己都感到非常讶异 看来在这个时代 就连神之剑也对他莫可奈何 呵呵,朕是不会死的 从神话时代开始 就在死界过着漫长岁月苟活至今 不断的重复再生 每每都能活着回来啊 四小强听完阿蛇的大放厥词 仍然不愿放弃希望 匍匐着没有伤口的身体 爬过去抓住阿蛇的脚 阿蛇被小强们的举动有点戳心到了 直接一招车田战罚 摆个姿势就烹飞了四人 随即再度捡起地上的黄金匕首 走到雅典娜面前 雅典娜 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保护你了 这是最后一次了 死吧 就在刀刃即将落下之际 女神之剑突然爆发出强烈小宇宙 阿蛇也发出了悲鸣声 这句话翻成白话的意思就是 随着箭矢不断绽放着小宇宙 阿蛇的身体又像被火燃烧一样炙热难耐 小强们睁大眼睛一看 原来是11件黄金圣衣开始发工 他们将所有的小宇宙全部集中到女神之剑上 再度开启了能够一瞬间将敌人消灭的黄金结界 神之剑加上结界的双重打击 这回是真的将阿蛇的灵魂给逼出奥德修斯的身体了 虽然不知道阿蛇灵魂有没有真的被消灭 但蛇夫座的头发已慢慢变回奥德修斯的灰白色 四小强除了一挥外 其他人对奥德修斯的事根本就不了解 但美人却像是有上帝视角一样 都知道他原来是好人 只是被阿蛇附身 不过这里我最想吐槽的是 雅典娜自称是最讨厌武器的 结果圣斗士使用武器的几率远比其他斗士高啊 除了12个黄金圣斗士都能使用天秤座武器外 还有射手座原本的剑 黄金匕首 胜利女神权杖 雅典娜之盾再加上最新的女神之剑 如果把雅典娜之狐跟沙家的佛珠也算进去的话 那尼玛的圣域根本是这世上最凶残的军团啊 难怪自神话时代以来就能屌打天界众神啊 圣域的战士告一段落 画面切换到哈底斯城 此时的城里也发生了一件大事 刚觉醒为冥王的亚伦竟然不见了 不管是在寝室或工作室完全找不到他的身影 由于先前亚伦的状态看起来相当疲倦的样子 应该是不会走太远 于是潘朵拉下令所有骷髅兵在城里仔细的搜索 务必要找到亚伦的下落 除此之外 士兵还报告了一件事 原本安置在圣堂的哈底斯之剑也一同消失了 潘朵拉听完脸色大惊 这把哈底斯之剑是身为冥王的证明 能够将此剑拔起的唯有哈底斯本人 难不成是亚伦将它带出去了 画面再来到天马这边 射手座黄金圣衣完成狙击阿神的任务后 并没有飞到十二宫与其他黄金圣衣会合 而是一直守护在莎夏的身边 天马也因为第一次使用黄金圣衣 体力消耗过大直接倒在一旁 醒来后才发现黄金圣衣已经自行脱体 天马朝着十二宫的方向观望 不晓得女神之剑有没有成功射向蛇夫宫帮助众人 接着又回头望了一眼躺在床上的莎夏 发现她还是一样陷入沉睡之中 难道说来自未来的雅典娜还停留在这个时空吗 说着说着背后突然传来脚步声 天马回头一看简直难以置信 竟然是她从第一集就再也没见过的好友亚伦 而且手上还拿着冥王之剑 一脸杀气腾腾的朝天马走来 本话的内容就停留在这边 相较于LC冥王神话亚伦的每次登场 不是乘坐马车就是跟着闪电从天而降 ND版亚伦的格局明显是小了很多啊 那么影片的最后我也来预测一下 下集天马要如何抵挡手持冥王之剑的亚伦 个人提出以下三点看法 第一是射手座黄金圣衣再次出手救援 不过这样对圣衣来说实在是太操劳了 应该要颁给射手座黄金圣衣最佳劳动楷模 说好的圣斗士强弱取决于小宇宙不是圣衣 可每次你们圣斗士都不好好练功打架 最后还是得靠圣衣帮助 如果说圣斗士是签了血汗合约要做到死为止 那圣衣岂不是要做到天荒地牢 原主人死了圣衣还是得继续上班 况且射手座的女神之剑都已经射出去 就算再次穿在天马身上 也不晓得能扛亚伦多久 所以这可能性大概只有30% 第二个可能是莎夏再次开挂 给了天马神圣衣 这就跟LC冥王神话的剧情差不多 故事开始于天马、亚伦、莎夏三人 最后让他们三人自己解决这场圣战 反正莎芝来到前圣战的短短三天 天马就像克金开挂一样实力三级跳 先是领悟第七杆打败冥斗士蝴蝶 接着穿黄金圣衣干掉天猛星 最后觉醒神圣衣对抗冥王也不是不可能 这几率我觉得应该有50% 不过这又会引发另一个问题 首先是沙芝必须要回到过去让莎夏醒过来 再来就是冥王要是在此被消灭或洗白 那这时代本该要战死的黄金圣斗士该怎么办 还是说他们其实都是自然死啊 第三个可能是奥德修斯复活 远程开挂打趴冥王 阿蛇的灵魂被女神之剑逼出体外后 奥德修斯没意外的话应该会恢复原来的自我 在他上位完全被阿蛇夺射前 可是帮了前几宫黄金圣斗士解决不少人生难题 将冰死的牛哥从冥河拉回县世 手术切除双子座纠缠多年的坏细胞 教导巨蟹座脱节政治正确的观念 还有彻底解决狮子座唤星的影集 所以如果奥德修斯再次苏醒过来 也会成为圣域足以匹敌 冥界双子神的超强战力 况且女神之剑跟士神匕首都在他身边 要远程开挂干掉冥王也不是不可能啊 毕竟只剩最后5集了 所以这可能性我觉得一样有50% 如果其他还有什么想法 也欢迎一起留言讨论 那今天的内容就介绍到这边 不负责任风动漫 我们下期再见 对的 是 好